Adobe Illustrator 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一套软体叫做Adobe Illustrator 我们通常不念Illustrator,我们都是念Illa 还有一种俗名很难听叫Iii,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连那个第二个字母他都以为是大写的I 很尴尬的地方是桃园以北都学Adobe Illustrator 桃园以南七色都学ProJu 所以如果你到中部以南去学平面设计全部都是在学ProJu 那如果说你假设明年去成功大学 那你很有可能不是要Illustrator而是ProJu 那为什么今年要开这一套呢? 因为我很久很久大概三年没有开Illustrator的课了 因为我就尽可能不再去聚焦电脑去教课 我要把这些时间省下来去做我的研究 可是我后来想一想不行啊 这再不教的话很多现状课程这一块美工就断了 所以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讨论说 我们今年我已经有了Potoshop 是不是在开Illustrator还有InDesign 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至少我们这个单位的 应该说职员应该会有需要 所以他就说好吧我们今年就先开Illustrator看看效果 结果十天好像十天还是十二天就整个报名就爆满了 也许你们今天在课后的时候写一下问卷 你就写说你想要再学什么 三个小时教以外不太可能 我们今天只能着重在画图这件事 而画图这件事又很难学 所以我必须要教的两遍到三遍 你一定要先学会如何画图 他用的就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贝茲 透过贝茲曲线去画图 那画图是你要学会的第一件事 那我今天就尽可能的看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们分享 那当然我就分享了两本书 一个是Adobe公司他自己旗下出的CS6 是原文书 那现在已经到了CC 所以他旗下的那个他自己推出一个reference 就翻成中文版 所以给各位参考一下 有两本 一个是Adobe Illustrator CS6 它是英文版 如果你不喜欢看英文 那就看看图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去看一下CC CC这个版本里面全部都是中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谈 illustrator如何画图这件事了 第一件事情呢 我想先认识一下功能标签 功能表列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有一个工具列 一般的工具列 这边的一般工具列会随着你的工具箱选择的工具不同而产生变化 好 举例来说我现在工具箱 第一个是不是选取工具 好 第二个我叫做直接选取工具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什么叫选取工具 什么叫直接选取工具 这是魔术棒的工具 然后一直类推 那我发现有些同学哦 可能是两排 没关系你就直接点这个 点这个工具箱 这个工具箱 左上角有一个往左点一下 你这样就变成一整条直的 因为我怕你今天等下找不到 好 因为用两行有时候我在描述上面不太好描述 所以请你直接改成一行 就点那个往左往左的那个三角形 刚笔工具 平面设计就是要画画嘛 既然要画画你一定要会使用笔形工具 这个笔是刚笔 好 所以这个往下的三角形按久一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往右 这个往右的三角形点一下 你就把这个相关的这四个工具 常住在我们的桌面上 我们的一个画板上面 这两件事等一下是要请你做的 因为这个工具 我们非常频繁要使用 好 那其他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 我就稍后再分别跟你们做介绍 然后接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画布 这叫画布 然后下面的这一块 铁灰色的叫画板 画布跟画板会分别吗 会喔 这是这一块叫做什么 画布 所以你是把画布印出来 或者是画好给别人 对不对 你给他画板是没有意义的 那个画板还很脏很 很多颜色对吧 好 所以下面这边是画板 画板 这边叫画布 好 没问题喔 那接下来这个稍后 我们再来分别去看好了 他又侧边栏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先叫功能表列 然后这个很重要的名称叫工具箱 工具箱 然后请把工具箱 变成一整行 一整行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钢笔工具 按久一点 右下角这边按久一点 然后点选这个往右的三角形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个地方 还请档案就点选档案新增 好 这我想应该很简单 但是请你不要开错档了 首先 你一定要知道 你所要做的这件事情 是要否印刷 还是否印表机列印 如果是印刷 记得一定要选CMYK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跟我们描述了 如果你是要走印表机RGB 就这两种 没有别种了 印刷 就是你要把它印出来 变成一本书 要走印刷厂的 一定要选CMYK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都是使用什么 列印 列印 就是给印表机印出来 或者是给网路上面去看到 所以这都不是印刷 对不对 像网页他也不是印刷 还有像我们希望在我们的 就是手机上面看到 所以这也不是印刷 然后如果说你要做成影片 这也不是印刷 所以这么多这么多 你去看一下 列印 我就觉得他翻的一点都不好 这个就是印刷 这点我一定要请你们特别 稍微注意一下印刷 他这边不是叫印刷 叫列印 那你一定知道列印跟什么是有关 就是印表机 对不对 你一定是这样想 且你不要这样想 这就是英文跟中文之间 他翻不好的地方 好 所以当你选择印刷的时候 他预设的色彩模式是什么 CMYK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选择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网页使用的 Banner 横幅 或者是网页上所需要使用的一个Logo 好 例如说我点网页 你有没有发现他色彩模式就会改成RGB 所以如果你非常想要积极的取得这张国际正照 如果你非常想取得这张国际正照 非常贵 那是Adobe公司里面最贵的一张正照 就是Illustrator 这边他就会考你这些观念 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这些 我只是提醒你 我们今天所有做东西只为了好看 而不是印刷出来真实的颜色 印刷要讲真实颜色 你不能把紫色印成蓝色 因为有些公司的Logo 你要是用紫色 然后结果印出来是蓝色 那请问你 那你那印刷是不是就失败了 可能因为Logo印错颜色 就整个那一批的产品都不能要了 所以印刷是讲真实色彩 那我们现在是为了漂亮好看 所以我们就用例如说网页 好 那当然为了我们上课方便起见了 我们就选择网页 然后这边色彩模式是RGB 然后预设的宽度是960 高度是560 这都可以自己再去调整 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边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按确定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开了一个档案 这个画布 因为宽960 所以蛮宽的 首先在这么多的工具里面 首先在这么多的工具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一条 有一个横线 这个区块全部都是跟画图的工具是有关系的 举例说橡皮擦是什么意思 画坏了 我要擦掉 对不对 好 那这边是不是有画椭圆形 所以当你今天你想要画正圆形 当然先用椭圆形来画最方便 怎么画正圆形 好 所以先选好工具 我要告诉各位 连工具的选择 你都必须要记一下 我第一一定是先选工具 对不对 接下来我这边画正圆形 好 可是正圆形 卫权的logo 它应该是红色 所以我可能会把颜色改掉 这个颜色 这边 这个图字的功能就是对调 内容是黑色 这个边框是白色 再点一下 内容是白色 边框是黑色 这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对调颜色 好 那接下来 这个颜色 如果我想要改成红色 那我就快点两下 点到红色这地方 红色 这边要点 这边也要点 这边是选择 那个色彩 这边是选择 在这个色彩里面 到白色跟到黑色的变化 这边是选 看你是选择哪一种的色相 然后这边就是选择 它的一个明度 明度 所以这边要点选 我要红色 然后接下来这边也要点一下 再来点 确定 这样是不是内容就填红色了 接下来边框 边框是不是要填红色 所以你要告诉电脑 怎么告诉电脑 边框要填红色 就点一下边框 现在边框是不是在上面了 代表说你选到边框 那边框是红色 红色就是下面这个 那这样子我们画出一个正圆形 既然要画正圆形 就要加按Shift键 所以左手按住Shift键 然后点选 用拖一的方式画一条斜线 画出来一定是正圆形 请你先画第一个正圆形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画第二个圆 而且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圆 所以最简单的做法怎么做 复制 复制的辅助键就是Auto键 好很可惜 我觉得Cole做这边更棒 是加好 加减乘做加 加就是增加一个 减就是删掉一个 我觉得Cole做这边设计的就比较好 可是没有办法 好 Auto键 我们现在一看 怎么做 首先 画面借我用一下 我左手一定是按住Auto键 可是你现在的游标是画图 画图圆形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选择 因为请问你做复制贴帐 是不是要先选到物件 选好才做复制 对吧 所以请问你画画的时候 能不能代表选 不行 所以这边要请你听懂 那个逻辑性 第一件事情 你要改到选取 选到东西 刚刚是在画图对不对 画图不代表选 所以第一件事你要先选 选到东西了 接下来Auto键按住 Auto键按住 然后请你先看 我现在的游标变成一黑一白的双箭头 按住他往右 这样子我觉得不好 这样子我觉得不好 你有没有发现 他有一个辅助线 辅助 就是说 那个绿色线会告诉你说 他两个圆是交集在一起 而且我现在已经没有手告诉你了 就是说两个最接近的圆 只有一个点 可以理解吗 所以他就在那个点呈现交集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点 好 接下来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条绿色线 一定是中心到另外一个的中心 拉出一条线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 也就是相对的位置 就是正右边 放开滑鼠 放开Auto 这样是不是就两个了 再画第三个 所以Auto键按住 然后把这个圆往右边去拖曳 一定要产生有交集两个字出现 应该不会很困难 先画到这边 这样就三个圆了 接下来我要再复制一个 想办法把它贴到这边 对不对 但是不可能这么刚好 我们来看怎么做Auto键按住 他现在游标 现在因为我是在选取工具 Auto键按住 所以他现在这叫做复制 复制 然后按住他移到右下角 可是这边会不会有所谓的交集 确实我们看到交集了 好我们放开 我们去看一下他真的交得很好吗 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放大工具来去检视这个区域 其实我觉得他交集的不是很好 看得出来吗 所以我是不是要稍微 稍微下来一点点 稍微下来一点点 我游标要在这个的范围 他就会出现他的那个下面的那条辅助线 辅助线稍微看一下 好所以我是不是要稍微往下一点点 再往上一点点 可以吗 好了然后这个时候缩小 我建议你们要被快速键了 反正 Photoshop跟 Illustrator 快速键都是一致的 操作加 操作跟那个最右边有一个加减乘数的加 只是放大 操作减就是缩小 接下来呢 Auto接按住 往右边去 这边 右边一定要是交集 有看到吗 我只要看跟这一个地方的交集就好了 上面我不用看 因为只要跟这边有交集 那这边一定会切得很好 就请你们先完成 我们先把这个范例 再背一个快速键 群组 然后把它整体缩小 而且要同比例缩小 那就大家一起来好不好 全选 会不会全选 一样在选取工具 对不对 你只要选到一个东西 选到一点点 有看到吗 选到一点点 我有没有全部选到 没有 只要选到一点点 就等于选到全部了 就是 左上角这个圆 我只要选到一点点 我就等于选到全部了 只要有插边就算 所以 选到然后 躺出了加 G G就是GROVE 就是群组 把群组起来 缩小 这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 要加上SHIFT的键 这个卫权的LOGO 不管你放多大 或缩多小 画出来都不会有锯齿状 这就是它的好处 可以吗 好 那 显示比例 显示比例 麻烦 左下角 有没有看到显示比例 切换到符合萤幕 好吧 显 左下角 左下角第一个功能就是显示比例 请切换到符合萤幕 好 我们要来看第二个范例 三零 第二个范例就考验你 我只多加旋转跟近射 各位知道菱形是怎么来的吗 菱形是不是从三角形来的 对吗 好 所以我们要先画三角形 先画三角形 好 画面就用一下 那三角形就是刚刚这边基本形状里面 选什么 这边有多边形 多边形工具 点一下 请输入3 3 这是正规的一个做法 我们很少人这样做 确定 是不是一个三角形 那接下来我是不是希望两个三角形 好 所以Auto要切换到什么 这个键 Auto键按住 先切换到选取工具 然后Auto键按住 往下拖曳 拖曳到有交集 有看到吗 接下来旋转旋转 这四个点 这个点有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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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一点点 看到 外面一点点 这个点的 外面一点点 好 那你就要旋转 那因为我要 转180度 如果是念得出来的 30度 45度 60度 90度 这念得出来的 按哪一个键 修复键 对不对 可以吗 这样就做好了 做好一个菱形 然后记得把这个菱形 群组起来 听得懂吗 要不要再做一次给你们看 不用了 好 请你们 哪有点都会摇头 好 那我很为难呢 记得 记得要把它群组起来 群组 群组的意思就是我点这个 也等一点到上面 就整个都选到 好 接下来 选到它之后呢 我要再复制一个 对不对 所以 一样在选取工具的状态下 Auto 接按住 往下 往下 可是呢 这是不是要旋转 有看到是平的了吗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 应该是-60度 而不是-60.53度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请你就不要那么在意 我们考试的时候 多一点点少一点点 对不起 那就是错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先把移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 这个 是不是要再复制一个 所以Auto 接按住 我拉太多了吗 然后再把它搬回去 搬到这个地方 有交集的地方 你这样 接下来我们介绍国企之前 我们先来谈一下 那个软体的下载 而且要打英文 不能打中文 首先在Google公司 搜寻引擎里面 就直接输入Adobe illustrator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输入 因为我要去下载试用版 所以就直接打 download 然后接下来呢 是这个 下载免费试用版 或购买Adobe公司产品 接下来在这边有一个 其他下载 这边就是针对 所有Adobe公司的 所有产品 这边其他下载 在其他下载这边 你可以去选版本 他刚刚那一页的下载 就是什么 CC版 CC 其中有一个C 就是Cloud 意思 这个Creative 请参考我去年前年 我在教影片处理时 我有介绍的 台湾创用Creative 应该各位有印象 其中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不是Commons 而是Cloud 就是 他希望 大家都已经变成一个设计师了 你设计的产品 就直接放在 他的云端上面 供大家去开放使用 所以他叫Creative Cloud 然后接下来这就是CC版 那我们现在我要特别讲的是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要下载 这个 你就点他 就可以准备去做下载的动作 那我现在要特别介绍 有一个叫CS2 CS2 你看当我点了CS2 在其他版本里我选CS2 CS2里面呢 他这边你一定要先同意 一定要先同意 他说他已经不支援CS2这个产品了 而且他也说很多很多的产品 就是像这CS2里面的很多产品 他至少都是7年前发行的 你无法在许多现在的电脑里面去执行了 我想你的电脑应该不会这么快被淘汰掉 可能你还在使用 例如说那个Win7 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因为我下载下来是非常稳定的 那前提一定要点我接受 接下来你就去看英文版 你不要挑太多了 已经给你免费使用正式版了 点英文版 你看哦 假设你今天要使用Illustrator Mac Windows 然后下面这东西是什么 看得出来吗 许号 可以吗 我之前我都是下载CS2 开始去使用的 那我相信在座几乎都是 职员居多 你们当然会有办活动的需求 就是要做海报 所以你们才跑来学这个课程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建议你们不太方便去图书馆或医教 你就直接去下载CS2版本 我相信你的电脑应该都好能动 试试看哦 CS2序号在这边 你也不用再问我了 那你应该知道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青天白日满地虹 那重点我是要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这个白色的圆 白色的圆 白色的圆 然后外面有一个蓝色的圆 好 那都是从中心画出去的 所以这件事我们要先学会 所以我们先画那个国灰 也就是十二星形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好 做家具 然后把它缩小 放过去 好 十二星形 星形工具 点一下 直接把物改成十二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画什么形 圆形 所以用椭圆形工具 有没有看到它的中心点 有吗 好 对着它的中心点 Auto键按住 Auto键一定要按住 抓中心点 然后呢 Shift键也要按住 因为Shift键是画什么形 正圆形 好 抓中心点是Auto 所以反正你什么都不用记 就是不知道 如果考试 你不知道他考 你要按哪一个快速键 你就只要回答Auto键 绝对对 这是解题的秘技 Auto键 Shift键 从正中心这样子画出去 而且你会发现对那个边边 碰到边边的时候 好像有刺到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整个边边 那个蓝色线会出现 你只一按 有看到吗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我画到了 我画好了这件事 这样知道 放开 接下来我是会要再画另外一个 所以Auto键 Shift键 再画一次 等一下再画好了 选到别的东西再画 Auto Shift再画 好那就请你先完成这个 这个请先把它填成 例如说另外一个颜色 我是暂时会先把它换成 例如说是 这应该是蓝色 这个是蓝色 那接下来再画中间加一个白色的圆 画椭圆形工具AutoShift键 然后抓住中心点再画一个 然后把这一个的内容快速点两下 改成白色确定 可以吗 我只是说请你填完颜色再画一个 这样是不是颜色对吧 白色的星星 我现在不能用白色 因为背景就是白色 这国徽是歪的 所以还不要先急着画这个长方形 我们先把国徽 调正一下 就稍微旋转一下 这样才是正的 就是 看出来吧 这样才是正的 上下左右 可以吗 这才是正的 刚刚那不是正的 你不能画出来是不对的 然后这时候 我们再去画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 只要抓住正中心的长方形 然后上下有一点点 可是左右是空比较大的 你有没有发现 而且这个物件的颜色是满地红 所以把它改成红色 那这种方式 再学一下 有一个吸管工具 直接吸红色的东西 好不好 这样更快 然后 我现在要把这个东西移到最下面去 不用点到它 在右边可不可以 可以 滑鼠右键 这边就有一个叫做排列顺序 移到最下面 可以吗 再把刚刚那个星形 这个星形 点一下 我要改成白色的内容 那这边刚好 什么东西是白色的 我就用吸管工具去吸 吸这个白色 就好了 未必一定要都到 那个颜色里面去找 你可以用这个吸管工具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先画到这边就好了 吸蓝色 好了继续 那接下来是不是只差一个长一点的长方形 所以 在这个地方 AUTO键按住 再复制出来一个 对不对 然后它的宽度要是一倍 它高度要再增加一倍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把它 滑鼠右键 移到最下面 然后颜色改成红色 所以就用吸管工具吸红色 好 那我先把它群租起来 因为我们接下来一定要先教画图这一件事 画图这一件事情怎么做呢 首先麻烦请你先去找 最简单的卡通人物 最简单的卡通人物 笔画一定很少 而且它一定很可爱 什么布丁狗 什么Hello Kitty 连鼻子都省略了 不对 嘴巴 嘴巴都省略了 对不对 而且几乎就是一个圆形的变形 小叮当也差不多了 好 重点是 请各位 例如说先找皮卡丘 最近不是很红吗 皮卡丘的图片 可以吗 好 例如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蛮可爱的 你就点它 滑鼠右键复制 重点是贴到我们的 illustrator这边 如果说你看那个 Adobe公司的原厂教材的话 第四章 就在教你画图 而且花最多的篇幅介绍 就是第四章 首先 钢笔工具 选到钢笔工具 好 我先画这样子的曲线 那你会不会说 老师我就这样子画就好了 就是像那个铅笔 对不起 就像那个 这边有一个 例如说这种 笔刷工具 我就这样画不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画出来不好看 因为它这个地方 会自动产生那个 不是圆弧的曲线 不好看 好 所以我们要钢笔工具 那钢笔工具 第一个点 我点下去 第二个点按住 往右 有看到吗 往右 接下来呢 这个点按住 往右 按住 往右 是不是就可以画出 我觉得还不错的那个曲线 按住 往右 可以吗 所以 所以像这个地方 我不晓得你是 希望正常的 由左画到右 还是 跟别人不一样 由右画到左 因为有人有右撇 有左撇 等一下我就会看出来 你先天是怎么样 这样知道吗 我不是在算命 就是有人画画的习惯 这没有固定的 只要你知道那个规则就可以了 因为像例如说我习惯是往右边画 可是有人是习惯这样子画下来也有 那我习惯是这样子画过去也有 或随便 这个时候 我从这个地方画 下次我从这个地方画都可以 可是你只要记住 你画画的那个方向 比如说这个点按住 对不对 假设我现在我刻意画在上面一点点点它 我这边点一下对不对 这个地方按住 我是不是要准备 准备怎么样 往 往 这个方向过去 按住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接下来 我是要往左下角那个方向去 对不对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会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 AUTO 按住AUTO 往左下 往左下 可以吗 知道为什么往左下吗 因为那条线本来就是往左下跑啊 所以是不是移到这个地方 大概听得懂 我重讲一遍 然后等一下就要请你 至少先画出这个东西 然后我再慢慢应当你去画这些边线 好 首先 我们先来知道说画曲线的方式 画曲线 刚第一件事 我就用钢笔工具 然后第一个点点下去 第二个点 按住 往右 它就会从直线 本来我没有按的时候 它是不是直线 可是我现在要画的是曲线啊 所以我是不是要往右拖曳 它就会产生那个很漂亮的曲线 而且曲线要多少 那个看你拉往右边拉多少 它就切的程度给你看 那个切线那个弧度的程度会变比较漂亮 当然你也不要拉到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拉到适当的位置 接下来按住它往右拖曳 按住它往右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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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上面画到下面 好了 各位 这条线 这条线 我们现在如果想要把它删掉 删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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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殊吧 删掉 删掉 可是要两次 好 接下来呢 画面就用一下 我要画由上面到下面了 所以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在第一个点稍微下面一点点 往哪一个方向 往右还是往左还是往上往下 我要往哪一个方向画 是不是往下面这个方向画 对不对 看得出来吗 我白板上是不是写我往下画 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要往哪一个方向去 下面 然后这边往下面 这边往下面 然后这边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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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好 是不是就可以画成这样子 这是往下走 画完 画完 删掉两下 就删掉了 因为这是练习的 删完 删掉两下 删掉 刚刚那条 画好的线 接下来我们来去画 它的边缘了 在画这个边缘的时候 请不要动到皮卡丘 不要动到它 就先把它锁起来 就好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影像锁起来 怎么锁 来画面就用一下 首先用选取工具才能选到东西才能锁 所以选一点点就好了 是不是就整个选到了 因为你应该抠下一次图片 所以呢 针对物件 有一个锁定 锁定针对选取范围去锁 我习惯都是用快速锁 Ctrl加2 123的2 因为这个动作长做 所以长做我几乎都会把快速锁背起来 所以选到它Ctrl加2 就锁 你现在怎么样都选不到它了 可是呢 它会记录说这个位置 例如说假设我到时候画一条线什么 都会被记录起来 好 锁定我想蛮简单的 我们就直接继续来看画图 我们先画一条简单的线 简单线就是从这个地方 这边我是不是画到了 有看到那个毛 点一下 这个点呢 是不是按住 现在是不是平的 所以我是不是要画到什么一个方向 我是不是要往什么方向 它就会变成弧线 往左下吧 对不对 往左下 可是接下来我 接下来那个方向要画哪一个方向 是不是左上 所以Auto键按住 帮助我去转 好 接下来到这个地方按住 我是不是要往左下 让它产生漂亮的弧线 对不对 产生了弧线之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往右下去 我这边是不是要等于是说 额外再画出一条不一样的方向的 做出不同的方向就对了 所以Auto按住 往这个方向 然后按住它 是不是往右下角去走一点 它是不是就画一个曲线 Auto键按住 往左下角移动 然后按住 可以吗 Auto键按住 往左上 我先 请你先坐到这边 看能不能画出来 OK 画完之后 我先暂时先这样子 就是把它拉到外面一点点去看 可以吗 刚刚是不是画这几条 几个线段而已 要当下一口气把它整个画完 把那边整个都画完 我们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画那个皮卡丘的边边 画皮卡丘的边边 这个就是我自己去画出来的 我们再重新讲一次 画面就用一下 看你的习惯是怎么画 例如说我从这个点开始画 所以我钢柄工具这边点一下 接下来 对了 为了让你们看清楚我画的线 所以我稍微把它设出一点 好 第一个点点一下 第二点按住 往这个方向拖印 你要是这边放开 等于说刚刚那条线就白画 因为假如说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你再去怎么调都调整不好 所以变成说 变成说你 假设这边又放开 你看是不是越画越奇怪的线条 这样可以了解 我再说什么 所以离开 离开 当然可不可以修复回来 可以 就是到时候我还要再教你 这边有一个叫直接选取工具 所谓直接选 就是选里面的这个控制点 这个毛 选毛 选毛就是直接选取 很奇怪的一个名称 就是选内部的控制点 那个叫毛点 然后接下来呢 点一下这个地方 那我是不是这个点要把它拉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 然后Auto接按住 再把这个 这个点 搬回来 是不是也是可以调整 变成你要画二次工 二次工 我接受说 假设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你先做一件事 例如说 我先做画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就是我先把它直接点完 是不是也可以画出那条线 这都是直线 画完直线之后 再慢慢把该是曲线的再修复一下 我可以接受 但是 这样子有点浪费时间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而且当你在画画的时候 没有人在画直线的 就是你应该一口气就直接到位 你画出来是曲线才对 方便让你慢慢会有设计感 记得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你画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画多 至少画一百以后 画一百个 从Hallopiti 皮卡丘 到什么多拉丽梦 你大概能知道不知道的 全部画完 一百个以后 我们再来谈创作 因为你的最后的目标 不是要模仿 可是没有模仿 是不可能有创作 如果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你要先模仿到非常逼真非常像 你看HTC的手机跟那个iPhone 这个长得真的很像 模仿嘛 先模仿 先到某一种程度之后 我们再来创造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建议你回去画一百个 画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等一下我跟你看 我那些学生 我就说 请你把 请你把那个画好的作品跟我分享 就是他们都把它写成作业 但是他们都画好他们自己的作业 例如说我叫A 我只叫A 但是我说作业就是B到Z 全部都画完 而且是画十遍 就有学生很乖的很认真的 从A到Z画十遍 一笔一笔慢慢去画 你说他曲线会不会用的 会啊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所以我现在先禁止 我再重新讲 就是说 要请你们看 能不能等一下下课 就直接画完这个边框 画不完没有关系 反正这就是画画的 这就是画画就对了 我先把这个路径都先删掉 你看哦 我这边用钢笔工具 我从这个点开始画 点它 然后按住 然后直接往左下去拖曳 然后Auto键按住 往右下 产生那个切线 然后按住 按住Auto键 我要拉回来了 因为那个切线是哪里 一定是这个地方 一定这样切下来 所以按住它 那个 这边要是直线就不好看 因为你知道 哆啦A梦就是要有一些 胖嘟嘟的才可爱啊 所以是不是应该这样 这样画出来一点点 对不对 对吧 好 所以它那个绝对不是直线 一定要画那个曲线 然后Auto键按住 然后往这个地方 再接下来点它 这边 这边我觉得因为太小了 干脆我先都点完 点完再局部去修 所以这个爪 因为它是动物嘛 所以我可以说是 爪 对吧 不然说是手指啊 对不对 人行可以用手指吧 这应该叫爪 就是把它点完 都变成尖的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按住 然后Auto键往下 然后这边 画完这个曲线 按住 那往这个方向 点它 这边都是直线 好 那这有点曲线 对不对 就按住 然后稍微往内说一点 Auto键按住 有没有 是不是要拉回来到这边 因为它是直线 所以你就直接拉到这条线上 点一下 这画出来一定是直线 直线 用点的都是直线 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呢 按住它 直接画到这地方 Auto键是不是要开始平放 平放 你不能拉到它右边去啊 所以平放 平放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按住它 Auto键按住 拉下来 这边 就要把它的那个爪子先画 尖形就好了 Auto键按住 是不是要往平的这边 然后接下来按住它 直接去拖曳 Auto键按住 是不是拉回来 可以哦 我就不完整的去画完了 接下来就要考验你说 看 看你能不能大概把它的一个轮廓先画出来 好 请你们动手画一下 来画一条鱼 那你要是不知道怎么画一条鱼 建议各位先去网络上先看 先看 因为你到最后面一件事情 应该是自己画 我跟你讲 你今天画跟今天晚上画跟明天画 画出来的鱼都会不太一样 反正就是练习 我们就先画 能不能画出这个鱼的形状 可以吗 然后我们再慢慢加里面 先画鱼的形状 那扁扁的 可不可以画长一点的 一条鱼 那我们当然是用这个钢笔工具 先我准备这样子画过去 对不对 所以 第一个点按住 直接就往右边了 直接就往右上角 第二个点在平平的这个地方 按住 往右下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画那个鱼 鱼的尾巴 所以自动按住要往这个方向 然后接下来画高一点大一点 有看到吗 让它产生一个像那个S型 S型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拉回来了 要拉回来 所以自动按住 拉回来 拉回来 然后到这个点 这个点 因为不管怎样 所有的生物 其实它都是一个对称性 对称性 所以大概画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是不是要拉回去 拉回去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可以吗 可以想像我 我这样子颠倒过来 也是可以去画出来 等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考验你 到底要怎么样一个方向 画出来鱼的形状 会告诉你 你到底了不了解这件事 好 Auto键按住 往左下 对不对 因为接下来我是不是要画这个地方 你就想 按住Auto的时候 你就想我下一个笔画顺序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到这个地方 拉大一点 好了 拉大一点 可以吗 小一点也可以 扁一点也可以 对不对 好 那我会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趣一点 那接下来是不是画那个嘴巴 所以Auto键按住 是不是要拉到这个方向了 对不对 产生那个嘴型 好 放开 然后这个地方刻意点一下 这边点一下 一个鱼的形状 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这是考验你刚刚到底会不会画画 一个鱼吗 一个鱼嘛 对不对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第五个点 第六个点 第七个点 第八个点 第九个点 嘴巴 点回去 是不是也画出一个鱼的形状 不好看而已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就要教你们这几个工具了 像例如说 这个就是转曲线 我是不是可以按住它 好 请问我现在要往右还是往左 方向 想那个我画画 我刚画画的方向 我是不是往右画 所以我是不是要画出这条切线的那个很漂亮的曲线 对 好 所以就按住它往右 你看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曲线 那请问这个点要往左还是往右 往什么方向 左 对 因为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个往左 对吧 这样可以知道吗 那这个点 请问 我要往上还是往下 下 就想那个笔画的顺序 是不是也可以画出一个鱼的形状 这个鱼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这边有 两个不同的工具 第一个工具是选取 只要当我选到一点点 就等于选到全部 可是这个工具在做什么事呢 这工具在选这里面的毛 例如说 这样子我是不是选到这个毛 比如说这样子我只有选到这个毛 其他都是空心 只有这个是石心 就插在这边而已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让我就修改它的控制线 控制线 像我就觉得说 这边的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好像要稍微调整一下 有看到吗 那这个曲线 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再拉上来一点点 哦不对 哦不对 应该要拉下面 我拉错 应该是这条曲线 稍微上来一点点 然后这个曲线拉回去 然后这个弧线很漂亮 这就是一个调整 所以这两个工具大概知道是怎么选 一个是选整体 我点到一点点的区域就整个都选到了 这个是选细部 细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还有增加节点 减少节点 或者是直接搬移节点 那我现在就应该要用第二个工具 把这个户斗的这个毛 差不多要往右边移一点 你可以用方向线 可以吗 方向线也派得上用途 就是单独某一个控制点 你要去做调整 那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 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工具 把直线转成曲线 就把这个点去调整 这样就变成一个曲线的一个嘴形 那当然可以再调整到更精细 例如说 针对这个点 它现在是不是把手是这样子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说 例如说 Auto键按住 把这个把手 搬过来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都可以去调整的 我现在要请你们学会画一个心形 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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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这件事 你不会 没关系 反正就是 我们 这里面符号也有心形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 纵观我们刚画图这件事 我们来画简单的一个心形 第一件事情 我比较喜欢用矩形工具来画 矩形 或者是三角形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先暂时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四个点 我先暂时把其中一个点删掉 就是用这个删除锚点工具 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要把这个点 翻到 翻过来 可以用加还是减还是转 都不行 要用这个工具 直接选 选到这个锚 翻过来 接下来 我就要改形状咯 心形嘛 所以我是不是要直接用这个 直线转曲线 好 请问这个点是要往上还是往下 上 可以吗 这个点要往上还是往下 这样了不了解 不是都是往上 你要按照那个笔画的顺序 如果是这样画过来 然后接下来是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往下 接下来这个点 是不是要用增加一个锚点 点它 怎么样把它搬下来 是不是又要回来用这个工具了 直接选举工具 把它点点到这个地方 可是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尖角 就是它的控制线 这个要往上 这个呢 是不是Auto键 Auto键 而且是要往 右上 对不对 才漂亮 Auto键按住 把这个把手 就是控制线了 搬过来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就构成一个像心形的形状 请你们现在动手画心形 了解这两个工具 我就 直接选举工具 跟当底工具 增加锚点工具 减少锚点跟转换曲线 之间的关系 这边我就要到一个段落了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笔刷 这个笔刷呢 当我们今天如果你要练习写字也可以 例如说 按 但是这样的笔刷不好看 没关系 我们这边有漂亮一点笔刷 像例如说 这边是颜色 因为是笔刷 所以边框要有颜色 然后粗细都可以去调整 例如说2pt 然后你的一个线条的笔触 好 那如果你觉得也不是很好的话 这边还可以再去做一些调整 举例来说 假设我用这种笔触 那个笔触的感觉是可以换的 是可以换的 那这里面呢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笔触 甚至我可以直接去抓别人已经做好的笔触 我就是要讲这一段 例如说好了 你不会画竹子 没关系 你只要找到竹子的笔刷 就是画一条线 他就给你画一个竹杆 就画完了 那第二段我在讲什么 如果你不会画那个流书 流书 那个房子旁边可能都会有流书 画梁 那个上面几个什么 那几个什么皮修什么之类的 他就全部都帮你画好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你快先写字好了 淡水之旅 好 请你先随便写一个字 比双 比双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呢 他就是不会画竹子 没关系 你要画好了 你就怎样会用 有些人他就是画那个圆圈圈 不是很顺 也没关系 你就直接用别人画好了 还有 怎么随便刷过去 就很漂亮 有没有那种艺术笔刷 有 通通别人都帮你做好了 而且都免费 所以你要会打几个字 而且都是英文 所以呢 你要会打 例如说笔刷叫blush V-R-U-S-H 还有你要知道free free就是免费 然后还有photoshop有笔刷 illustrator有笔刷 所以你一定要多打illustrator 以免你找到是photoshop的笔刷 首先你要知道笔刷 你看哦 像我刚刚我用笔刷工具 然后再接下来选择笔刷的出信 然后这是笔刷的描述 描述到 好 这个笔刷目前大概就只有这几种 例如说我这样刷过来 稍微用大一点 你才会看得出来 那个笔刷的一个差别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笔刷在哪里 笔刷在C别 我们现在illustrator是灌在C别的程式级底下 Adobe公司illustrator illustrator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中其他护卷新功能 这个zhtw就是繁体中文 范本 这里面有很多范本 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例如说假如说你想要换主任的名片 对不对 那里面就把那个名片叫出来去做一个参考 例如说T恤 T恤上面你要加挂那个设计 设计 随便一个什么T恤 他就已经帮你设计好那个衣服 你就要在那个这个地方 这个框框里面设计那个logo 其实你们自己系统 例如说我们圣诗所 对不对 随便自己用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呈现 好这边我就先关掉 那我刚刚讲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设计什么 横幅广告啊 边框正面 名片 名片 他都已经帮你告诉你说 宽度多少 高度多少 好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底刷 底刷的话 他放在这个地方 Adobe东西 你要先找到CDE底下的程式集 Program Files Adobe公司 然后Illustrator 底下的 例如说 这边有一个叫做预设集 预设 然后也是一样 繁体中文 里面有一个饼刷 记得住这个路径吗 因为你要把我给你的这个 我刚刚已经给你了两个 两个 你就要把它放在 放在这里面好了 放在这个 免费的花的一个向量的饼刷 里面 这样知道吗 一定要放进去 放进去我们才能用 当然你也可以放到别的里面 你自己知道的地方 就说你把它放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笔刷 好 那知道的路径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 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笔刷 在哪里下载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到google 直接打illustrator 然后brush free download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有免费的 illustratorbrush 有这么多种 那你也可以用搜寻的方式 我要找跟花有关的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 假设我喜欢这样子一个花的形状 我就点下去 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要会找那个download 这个单字了 这边 这样了解吗 你就要下载下载这个笔刷 那我已经下载了两个给你们了 就是你点一下download 它这边就下载 它是不是一个压缩档 压缩档就解压缩出来 把那个AI AI 丢到我刚刚指定的位置 丢到顶刷那里面 可以吗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档案 把它丢进去 我把那个位置呢 告诉各位 要在 要在 C列 程式 及 Adobe Illustrator 预设及 短品中文 并刷正面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设计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要很多叶子 很多枫叶的笔刷 你先帮你画好了 你就不要再花很多时间去画了 那接下来 因为我刚刚是在这边继续画 好那假如说我现在我要用笔刷 那怎么样去叫出那两个的笔刷 就是那个笔形 例如说假设你要写书法 凯书历书赚书赚书 他那个永智八法的笔画 这边都可以去调整 在哪里调整呢 首先你要先把你刚刚那笔刷叫出来 例如说这边 选择选择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有点特殊 这边就是已有的笔刷 已有的笔刷样式 那我现在说的是这个 他要去开启笔刷资料库 开启笔刷资料库 看你刚刚放在什么地方里面 像我是放在这里 我是放在他的里面 好那或者是你自己新建一个资料夹 这边就多了一个资料夹 好然后接下来呢 假设我就选刚刚那个1好了 是这种笔刷 好那我选他 选这个笔刷 然后接下来我去画 我去画 看你要不要把那笔刷大小 我是为了让你们看到 所以我就先把它画出一点 好 好 比如说改成2 然后接下来 你想你自己去画 你有可能那么顺手 要去画出来 它这样子的形状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不是不可能 你要花很多时间 好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 我用1 然后改一下颜色 我希望的边的颜色 边的颜色 假设改成蓝色 蓝色 然后接下来 直接从这个地方拖印 到这里 然后假设我今天 我在用这一个 然后换一下颜色 换成紫色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就是几种不同的那个 笔刷的一个使用 好 那就请你们自己动头来去玩一下 然后这些笔刷的一个创作 它也说是一种艺术 我要介绍很重要的一个网格工具了 这绝对是这套软体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希望你们好好学会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透视都还没有那么重要 好 我们先来看 假设我今天我要画一片叶子 叶子 那怎么去画 当然先画一个 例如说圆形 先简单的画一个椭圆形 然后这样一个叶子 可能这边是要尖的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把它变成尖的 我们是不是原则上 顶一下它 它就变成尖了 然后再接下来把这个 这个点稍微把它拉长一点 好 那叶子是什么形状 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就先填一个 我们就先填 我觉得自己的把它变成尖型会比较好看 然后把这个点 翻过去 然后接下来谈什么颜色 当然是绿色咯 所以你先给予它一个 例如说 绿色按确绿 这样我们就填好这个叶子 请你先摆正 请你先摆正 因为我只是希望说 我们先画出来这条线 知道吗 好 来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先做一片叶子 这个网格 这个网格 来去看一下 网格工具 首先呢 我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然后在它旁边这地方我也点一下 好 那 那 接下来 假如说我今天 我在继续 在这上面我也点一下 这样我是不是有三条线 三条线的意思是指说 假如说我今天我去画 我希望不要扩 继续扩散 我只希望中间那一条叶脉 出现明显的变化 但是只在这个范围内变化 好 那接下来你就要会去选这个 所以我们就要放大 去看 让你清楚看到我是怎么选 好 那 选 这个点 除了 这个工具可以选 例如说你在这边 你是不是要点到这个范 这三个点中间 在接下来 Shift键是不是要点到这个范 还有这个范 还有这个范 直接换颜色就好了 换什么颜色 这边当然选亮一点的颜色 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它在这个地方还提供了一个 选取 这个套索工具 有看到这个套索工具哦 它可以这样子去选 好 那上面就不好选了 我用点的好了 好 你看我是不是还是选到这三个点 等一下 我先选这个点 对不对 好 我可以这样 套索我只有选到这两个点 然后在Shift键 加这个点 然后接下来我把颜色改成 就是比较绿一点的颜色 产生叶子的一个立体状 那我也没有那么充饭直接讲 可是你就要看懂这件事 好 所以 网格工具为什么有三条线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是中心嘛 中心 所以我这边点一下 好 对不起 这个网格工具 这个中心的左边点一下 然后呢 这个中心的右边也点一下 再来就是他们的中间点一下 那我重点其实只要 这个中间的颜色变 再加上Shift键按住 再加上这个地方的颜色 产生变化 所以就把颜色吸到原本颜色的旁边 这颜色就变化 田田圈 先画第一个圆圈圈 田田圈大概是偏 黄色 黄色 黄中色 然后接下来呢 他是不是中间是白色 中空 中空 所以呢 我们就 AUTO键按住 橘圆形嘛 AUTO键按住 然后 再来就是中心点 我们要正的 正的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一块要填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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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这中间要填那个 咖啡色 咖啡色 然后扩散 扩散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用 这个网格工具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别急 再来这个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哦 这四个点 这四个点 我到时候都要换成咖啡色 好 那你看一下哦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调整 调整 先把 这个点 把它移掉 因为我是圆形的一个色彩变化 所以呢 这条线是要 这个把手要往上调 这个把手要往这边调 这个把手往这边调 反正让它变成是这样子一个无线 然后点到这个点 往下调 往下调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用这个工具 去选到这四个点哦 它什么颜色 是不是 深一点的 中一点的 再深一点 那这中间是不是要白 也要那个 偏这个黄色 对吧 对吧 你们应该知道我在画什么 有点像游泳圈 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又要再加 所以我先把这个物件先锁起来好了 里面等一下我不小心滑到它 好 然后呢 这边我这旁边我要是黄色的 好 所以呢 我这边我就用这个 网格 网格工具 这边我再增加一个点 这边也增加一个点 然后接下来 这边的一个色彩变化 我也希望说 它是一个像圆形的一个色彩变化 所以呢 就直接把这个 这个点往上移动 你看有一个物件在这边 是不是更可以方便你去调整这条线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线是不是要搬来这个地方 这条线要搬来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点要搬来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点要搬来这个位置 这个点要搬来这个位置 这样就一个弧线 这个点稍微搬下来一点点 好 然后这几个点要什么颜色 要亮一点不要白色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的颜色吸 吸什么 吸这边的黄色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这样画出来 那个色彩的一个变化不是一个很一致 但是它就是会呈现就是那个色彩变化 这样才好看 好 我必须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就是不是不是不是说这一段 我没办法再让我们继续往下做 对不起 刚刚那个白色我一定要物件 全部解除锁定 然后把它群组起来缩小 我们再做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这个鱼 这个鱼 这个鱼现在可以定一个颜色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我就希望它分成三种颜色 分成三块的颜色 那当然你会先画这一块 的形 再画中间这一块的形 再画这一块的形 但它这边有提供一个很棒的工具 我们先 我们假设用最快的方式讲完 在这个地方呢 假设你刻意从 我建议不要画 不要画那个 就是说直线 假设我今天我希望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用钢底工具 直接在这个地方 我画了一条曲线嘛 对不对 那这个曲线呢 我先用别种颜色好了 用 瑞色让你们可以看到 那我有一条线 再接下来再画一条线 好 那当然用钢底工具会比较快 点一下它 然后这个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重点是 我这一个物件 里面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鱼 一个是 两个是线 对不对 三个物件 那怎么样可以去填 分别填 指定我想要的颜色 好 它这边有一个叫做物件 即时上色 制作 然后接下来你要搭配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工具 这一个 即时上色 油漆筒 点下去 这边只能填颜色 可是填颜色之前你要不要先选 刚刚要 假设我这边我先用蓝色 我先选到蓝色 你看我现在前几年色是不是变成蓝色了 就这边点一下 它这一块就可以随便我去换色 本来不可能做到这件事对不对 这套软体它把它就直接做成这样子 我会觉得又比抠出来的好很多了 因为你本来这一块是不是要先画一个形状出来 现在不用就两条曲线 画曲线很容易啊 对吧 钢笔工具你要是会用 那画曲线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那这一块头盔我再吸别的颜色 比如说 比如说黄色好了 咖啡色 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这个颜色 颜色好点一下它 我就直接点进去了 好这样子一个即时上色工具 当时我看到我是觉得哇好棒 我可以省很多时间 你现在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 如果等你画久了 你就会发现这个功能很棒 即时上色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渐变也是重点 渐变就是物件的渐变 那例如说讲最简单的渐变 我觉得这范例一点都不好 就是一个矩形 然后变成一个 例如说 新型好了 这样子一个变化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那怎样变 那你就用这个工具 这个 渐变工具 好 点一下它 再点一下它 你看这是不是中间产生一个渐变 我觉得这 这样子的内容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用中间这一个 好 假设你今天你要做那个 100个圆点都排的整整齐齐 这个时候渐变工具就很棒 所以我们来教你这件事 这两个圆圈圈 两个圆圈圈 然后中间产生渐变 第一个圆圈圈 假设我们先换好 接下来呢 AUTO键按住 SHIFT键按住 是不是可以 AUTO键按住好了 最好是出现那个绿色线 出现绿色线代表说它是一个水平的 在接下来 如果你拉的越远 它会自动创作中间的过程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点第一个 然后点最后一个 它是不是就自动把你创造出来了 但是您这个时候 不可以用AUTO键哦 这样子创作 其实 接下来的渐变会失败 这绝对不是你要的 知道吗 好 所以渐变很简单 这个时候应该要先把它 滑鼠右键有一个叫做 展开 我们先选到这个东西 然后物键底下展开 全部都勾选就对了 确定 这样就把它各自独立 这个时候AUTO键按住 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做的渐变 变变才会是你所想要的 刚刚那件事还没有展开 什么叫没有展开 等一下你做 我再告诉你原因 请你至少做很多很多个圆点 透过渐变工具去做这件事 是很方便很方便的 到很少人在做那个什么心形变圆形 然后中间假装变很多的都没有什么意义 好 那刚刚为什么要展开 这个过程是指说 假设我今天有十个圆圈圈 然后这十个圆圈圈呢 如何去把它 就是本来它其实是两个圆圈圈 跟一条直线 本来是这样子 一展开之后它就变十个圆圈圈 也就是说 没有展开之前它是渐变 渐变就是两个圆圈圈 跟一条直线 就跟一个路径 接下来我要介绍透视剪裁 透视剪裁 也就是说 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圆圈圈 记得哦 现在只有这十个圆圈圈 跟一条直线 还有这十个圆圈圈 所以怎么样去把它全部都展开 全部都变成 比如说一百个圆圈圈 加做一个展开 物件底下的展开 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 这边把它放在一起 当然物件是有上下的 物件是有上下的 比如说上面这个物件 我们是取它的形状 下面的物件 我们是取它的颜色 下面那个物件 是不是就是圆点 全部都排在一起 选到这两个物件之后 去做物件底下的 剪裁遮瑟片 剪裁遮瑟片 制作 点下去之后 是不是就把那些圆点 全部都填进去了 这件事是对你们 在设计上是有帮助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先用钢笔工具 去画 去画一个路径出来 去画一个路径出来 好 那我画好了这个路径之后呢 这上面我希望放文字 直接就点一下 直接用文字工具 点这个路径 那路径里面 再把字形稍微调整一下大小 看你要多大的字 它就会直接在上面呈现 例如说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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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弄 咖啡馆 这样子 它的路径 它的文字 它是不是就变成 随着那个路径的变化 变化 变化 关于那个文字排版 例如说 假设你有很多很多文字 你要怎么排 那它又跟你当别论 档案 另存新档 你可以把它存成 AI这种档案 只有在 有illustrator的情况之下 才能开 这我想一定大家都知道 可是呢 假如说我今天 我存 我就直接取名叫做 好 我就连存档 然后下一个画面 非常的重要 这个画面 如果你现在选择 CS6 结果你家里 或者你办公室 只有CS5 对不起 那个AI档照样开不了 这这点 一定要特别特别清门 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现在已经不讲 那个印刷跟 就是CMYK跟RGP的差别 但是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 请你最好是降一级 如果 如果你 当然你的办公 像我们学校 是不是买CS5 最保险的做法 一定要存成CS5 不要存成CS6 或是CS6 因为你去图书馆 一定是预设 他第一个跳出来 就算是你本来是传成CS5 他跳出来的第二个画面都是CS6 这样了解 因为图书版是CC版 依教是CS5 所以我建议你们都是存成CS5 这个版本会比较保险 那之所以会出现惊叹号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存的版本是比较旧的 跟你现在我们现在刚刚使用是不是CS6 是不一样的 他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警告 你知道就好了 但是至少你可以 例如说到依教 可以打开这个档案 才比较重要 你不能 到时候连修改权都没了 你还要去先想办法 先下的CS6 适用版 你要记住哦 一台电脑就只能安装一次 一个版本的适用 那你会说 那我能不能再装什么CS5 或CC的适用版 应该是不行 因为我这边的电脑 我们测试过这件事 因为之前我就担心说 怕万一今天上课 大家都不能使用电脑 所以我想了很多招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装了一次 假设CS6的适用版之后 时间到了 他就不让你再装别的适用版 就是装了以后是没效的 这点要请你们知道 好 好 那所以记得存档 一定最好是存降义级的版本 好 好 好